字幕提供 如果說要以爆汗褲跟低周波兩個來選的話 我會選擇低周波 因為低周波起碼它有幫你做到按摩 對 那爆汗褲的話 你要看它的材質 而且你要穿搭的時間也要夠久 因為是你想你超過八個小時以上 有些它的單數 或者是說它的爆汗褲 它的材質太悶的話 你也穿爆汗褲 我沒有穿爆汗褲 因為我現在還在練腿 你也在練腿 因為我的腿太細了 好細喔 所以我要練腿 可是你這樣穿絲襪不是比較好嗎 我沒有穿絲襪 我沒有對不對 因為它引導出來 沒有 網襪那個網會比較寬 魚網也有 當然不是說爆汗褲不好 只是說你要選擇對的材質 當然會補助你可能 腿部會比較纖細 或達到舒適的一些功效 會有一些舒緩的功能 那我覺得你回到家 可能第一個 你可能有一些按摩的儀器 當然是很棒 或者是你可以用一個泡腳的就好了 一個水盆 然後泡一泡熱水 我覺得讓你的整個 末梢循環整個代謝會變得比較好 也是好的 或者是說你可以靠一些產品來做按摩 那因為其實 腿部啊 除了你有些人它可能是細歸細 它可能上面有一些疤痕 你看像有些 腿借我一下 哪有 如果說 這之前一定的 這之前一定的 對 我說一點點不行 我已經淡很多了 一點點小小的疤的話 它有一陣子去拍線 會咬 你看我瘋狂的保養 到現在已經淡掉了 如果有一點點疤痕的話 其實也會造成外觀比較不美觀 那我今天有帶來一個特別的產品 是這一個 這個叫做 腿部的亮折霜 它有保養的功能之外 也可以變得比較亮 然後它擠出來是這樣 是一個乳霜狀的 亮不用多一點點就好了 而且它很水 然後它的腿就會變得比較均勻的亮 而且這個亮折霜 它並不是說 有加那種亮晶晶的亮本 它是靠保濕的效果 然後 對 幫你的皮膚達到體亮的功能 你看而且它越暗越白 真的耶 你看嗎 真的耶 而且因為我透過按摩 敷溫進去之後 就成分吃進去了 剛開始沒有白對不對 好扯喔 而且你看我越暗越白喔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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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剛剛只用一點點對不對 對啊 你看 我按到後面整個吸收 你看它這邊變多白 對 對 然後整個完全都不會黏 真的耶 很不黏耶 對 你看如果你的腿變白了 整個皮膚看起來 腿就變得比較細 真的耶 對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效果 來達到保養的功能 這個是好東西 對啊 很厲害 好 我自己其實有在運動 我有在做TRX 可是我覺得像 運動之餘還是要有些輔助的東西 像我就會用可能是媒體霜 或者是這種 雲體的這種精華 那就是我可能在運動前的時候 我就會先擦 有擦嗎 會有擦 就是其實會比較 會幫助代謝 它就是擠出來是這樣紅紅的 有一顆一顆的 那你就是把它 均勻的抹在腿上之後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一種 很涼的感覺 對 因為它有裡面有輔助你 就是紅紅一顆一顆的 在運動 代謝燃燒的一些成分 它的腿怎麼樣 細 很細 很細 你現在是在挑活 不是 我想說問女生 她們喜歡這樣的腿 細 超細的 是嗎 就是細 可是重點是還要有一點線條 就是要有那種運動健康的感覺 因為經典流行就是健康 健康風這樣子 所以我都會用這種方式 然後去做運動之後 你就會發現 長膝下來其實腿部 就是感覺會比較緊緻 然後線條也會比較好看一點 對 我也覺得腿真的不要只是嬌啊卡 真的是要有一點點肌肉 然後現在日本有一種東西 是訓練你腿部肌肉的輔助器 就是這一個 它真的很特別 你看它打開來 對 它很像一個那個 矽膠的套子 牙套 牙套 它不是牙套 套在你的腳趾頭上 它有分左右腳 然後套在食指 中指跟無名指 這個地方把它套進去 之後呢 保鏢都必備 你就踮腳 這樣踮腳 那一般我們在踮腳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後面這邊的大腿肌肉 就是它這邊有這個圖片 就是後面這邊的肌肉 你只要像穿高分鞋這樣踮有沒有 後面這些肌肉 包括臀部這邊都會緊實 那它就是教人家 大概你每天就這樣踮腳 站15分鐘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輔助去站的話 基本上你會很容易重心不穩 所以你把它套在你的食指 無名指跟中指是中間 它就會這樣子 有一個著力的地方 會讓你站得比較穩 你就可以把它站到15分鐘 然後讓你的腿部的線條 整個變拉長 就可以訓練到後面的肌肉 這個有阻力 對 因為它這邊有阻力 就像果凍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套上去 細膠的材質 軟軟的 然後很有彈性的這樣 可以這樣拉的 這是日本的 對 這是日本的 我會戳上我11分鐘 我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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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擔心吧 這個材質 真的滿好玩的 不會拉斷 對 然後它裡面就有兩副 左右腳都有 左右就一雙就對了 然後可以把它裝進來 就每天站15分鐘 對 我覺得這個還滿方便的 晚上看電視就站著 對 而且15分鐘 因為像我們做護士 有時候都要站很久 但站久我就發現 我那個腳都會長那個靜脈曲張 然後就是會很醜 因為從後面看過來的話 就是像小蚯蚓一樣 可是這有沒有什麼醫學美容 可以救我們這部分的 就是靜脈曲張的問題 如果你曲張的 太力要整個浮起來 那個一定要手術抽掉 要抽掉 抽什麼 把血管抽掉 把血管抽掉 真的假的 它就是會有一個管子進去 然後它會連同的 把那整個懸管拉出來 那邊沒有血還會活嗎 不會 因為它其實很多的分支的 它只是把表面的弄掉 那表面它會浮出來 這種沒有辦法 對身體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不太會 真的嗎 只是說因為你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你那邊的血管 它會有一些瓣膜 瓣膜是 防止你那些血液回流的 結果那些瓣膜就壞掉 所以它就一直往下擠 那你只能把那個抽掉 那抽掉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其實還有其他的分支過去 那些肌肉 所以根本沒有差 除非說你比如說 有小小的血管 不是你們常常 女生都有一些 靜脈這樣小小的血管 你們不喜歡那個的話 那個還是可以用雷射來處理 真的嗎 表面一點 這種 對 就是像這種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整個浮起來 那就沒辦法 浮起來了就沒有辦法 要抽掉了 那種不算吧 這種不算 這種 這種不算 你沒有 好險 謝謝 好 來到第一名了 黑恩哥你猜 會是什麼 大家最在意的女生 第一名 皮膚 瞳孔 腿都出來啦 腰吧 腰也不一樣 第一名請看 收不到 兩萬八千萬 沒有人 care這種東西的吧 沒有 應該叫有 叫有 有嗎 有啦 因為其實不管 如果胸部太沒有那麼的漂亮 或大小的話 其實穿衣服有些也不好看 對 所以我覺得女生自己也會 稍微會在意這個 那因為我覺得其實胸部 當然跟基因跟肥胖 有很大的關係之外 我覺得你可以靠平常 然後後天的保養 譬如說你可能有多按摩 擦一下保養品 或是做一些自己自我的檢測 因為有一些可能 防治的一些病的功效 那我今天有帶了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這個也是現在最新的 很特別它是這樣子 它叫做按摩胸墊 對 然後這什麼按摩胸墊 它就有一副對不對 對 然後打開來之後 它這邊會有一個特殊的一個旋鈕 然後這邊有一個風扇 那我按下去之後你看 有電風扇有沒有 它不是往 它你自己吹會沒有感覺 有個小風扇 這對誰最有威脅 誰 螞蟻 螞蟻它看到那 風扇這麼巨大的話 對 一個風扇就對了 然後你把它插進來 然後你看它這裡面 就有這種五爪 它有紅外線跟鋪離子 然後這個風扇就會往裡面吹 等於說讓你這個胸墊墊住 不會悶住 放在這裡 對 然後我按就這樣 它會有一個頻率 對 對 對 它是按摩的 它在動耶 老師有沒有發現它是有頻率的 對啊 這不是多奇怪嗎 你一邊在上臉 一邊在上臉 不過 不過你不用擔心你自己的 胸部是不會震的 對 這也胸部是不會震的 你該不會練蛇吻的時候也會 這決心的 然後你就放著 因為很像舌頭 你看 沒有很像舌頭 練蛇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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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這邊有不同的這個血點有沒有 然後它就是放著 它就會有不同的震波 然後就是隨時隨地你都可以按摩 按摩你的胸部 活化你的胸部的可能一些周圍 像乳根穴它都可以按得到 就還滿特別 不過不用擔心說 你放著按的時候 你胸部會動它不會 它是很輕很輕的震動 有沒有 因為它就是很大力 它就是比你那個 海浦震動中的 你大哥 大哥 你很大力 你大哥 你大哥 你就很想 谢谢大家